进入到十月底以后,传统的购物旺季又要到了。 以往,咱们清楚啊,双十一恐怕是我国网上购物的巅峰。 但是今年,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网购企业已经把双十一的战线拉长了。 早在十月二十号,双十一的战役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打响了。 不光我国老百姓愿意在年底集中购物,西方国家也是这样。 往往从感恩节结束开始,整个西方世界就要进入到为期一个月的圣诞购物季。 然而,今年的圣诞购物季显然会非常的冷清。 今天,西方很多国家超市的货架上是空空如也的。 甚至,有些超市的经营者为了显得不是那么难看, 用各种各样的布啊,宣传品啊,把这个货架都封了起来。 这才只是十月末而已啊。 很多人预测,西方国家的超市会越来越空的。 今年的圣诞季购物显然会非常的冷清。 为什么会这样? 要知道,新冠疫情影响已经快两年了。 西方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开放了,复工复产了。 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也很大,可为什么超市供应跟不上呢? 原因很简单,消费这一端你是兴起了,可生产那一端跟不上啊。 尤其是很多服装鞋类的产品,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恢复供应的。 我们就拿人所皆知的耐克鞋吧。 曾几何时啊,我们脚上穿的大量的耐克鞋是在我国生产的。 在过去这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老百姓收入水平的增高,耐克厂觉得在中国生产鞋已经不划算了,员工工资太高了。 因此呢,他们把大量的耐克鞋生产线迁到了我们的邻国越南。 越南虽然说这些年来发展也很快,但是GDP总体水平和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比我国还是要第一大截的。 越南确实有这样的人力成本优势。 咱们这么讲吧,今天一个生产线上的越南普通工人,大概一个月的薪金水平也就1500块钱到2000块钱人民币。 所以啊,耐克觉得把他的生产线迁到越南能帮他赚到更多的利润。 然而,今年7月份以来,越南遭遇到了严重的疫情。 本来去年,越南都被评为全球抗疫的模范生啊,可是谁都没想到,这一波Delta病毒来世如此凶猛。 短短几个月之内啊,越南的确诊都接近上百万人了。 所以,大量的工厂停工停产。 耐克鞋估算啊,至少有超过1.8亿双鞋没有生产出来,或者说生产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运到海外。 要知道,今天越南的耐克工厂大概承担了耐克全球一半左右的产能。 这么多鞋生产不出来,超市的货架可不就摆不上鞋了吗? 然而,短缺的显然不止鞋这一项。 过去这些年啊,欧洲企业,美国企业,韩国企业,很多跨国大公司呢,都看上了越南人力成本低这个优势。 所以,他们纷纷的在越南投资建厂。 越南经济在过去几年也飞速发展。 然而,这一切的好势头都被疫情生生打破了。 甚至,最近正在全球大卖的iPhone 13手机,它有几款机型的相机啊,也是在越南生产组装的。 越南这个生产线一停掉,连苹果都叫苦连天呀。 在过去几年,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款热销机型,结果产能跟不上,这个利润肯定受影响。 而且,尤为让各大企业担忧的是,哪怕疫情有了好转,越南工厂恢复产能也是遥遥无期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从今年六七月份开始,越南疫情突爆。 在那个时候,人命肯定是最关键的。 所以,大量的越南工厂停工停产,甚至为了防止工人把疫情带回到越南其他城市,越南相关部分城市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措施。 即便你这个工厂停工停产了,即便你这个工人失业了,没有收入来源了,对不起,你也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回到乡村。 因为很显然,你回到乡村,回到家乡,就会把越南更多其他城市污染。 于是,因为疫情一方面,越南大量的工厂停工。 您想,越南城街的这些生产线,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那一个大车间,成百上千人一起工作,劳动,人与人的距离是非常密集的。 因此,经常出现一个感染,一下传染一大片的情况。 所以,当疫情在越南刚起之时,越南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大量的工厂停工停产,生产线不要再开了,防止大量的工人被感染。 即便这样,在过去几个月,越南病毒的传播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很多人都非常惊讶啊,去年,2020年的时候,疫情刚起之时,越南这个防控不是非常好吗? 说实话,如果不是县港被美军这个士兵传过来起立,越南全国几乎没有大的传播呀。 甚至全球都把越南评为这个防疫模范生,认为越南的抗疫经验是可以推广和传播的。 然而,可能就是因为2020年抗疫做得太好了,让很多越南人,乃至越南政府都掉以轻心了。 结果,过早地打开了国门,相应的隔离管控措施又不到位,导致德尔塔病毒一下子进来,就整个越南无招架还手之力了。 好吧,看这个病毒在全球各国的传播规律啊,哪怕是最严重的美国也好,印度也好,如果政府下大气旅,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啊,能把这个病毒摁下去。 毕竟病毒的传播啊,它也是有高峰有低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很多跨国厂商都在想,要不就等两三个月吧,七月八月乃至九月,给三个月时间,越南基本能把这个疫情控制住。 那么从九月末,十月初开始复工复产,加快速度生产两三个月,还是能赶得上西方的圣诞季的。 所以,虽然前一个阶段,越南有很多工厂停工了,但是很多跨国资本啊,还是不是太担心的。 大家觉得,挺过这两个月,生产线还是可以恢复起来的。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最近几个礼拜啊,越南这个疫情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从每天确诊几万人,变成每天确诊几千人了。 甚至,越南很多南方的工业重镇,也打开了很严格的管理措施。 然而,正当很多人庆幸于越南很多工厂可以复工复产之时,大家突然才发现,另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来了。 那就是,虽然工厂复工了,但是工人没有了。 大量的工人不愿意再到工厂中去工作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两点原因啊。 首先第一,七月之初,越南采取了相对严格的管理措施。 但是,这对于很多工人来讲是灭顶之灾啊。 越南跟我国改革开放之处很相似啊。 有大量来自北方的人口,乡村的人口啊,涌入到南方的大城市工业重镇,进入到工厂之中卖力气挣工资。 可是,疫情突如其来之后,很多工厂关闭了,工厂停产的就不能发工资啊。 停产的工厂呢,还都是大工厂啊。 越南还有大量的小作坊小工厂呢,干脆因为疫情就倒闭了。 据不完全统计啊,疫情以来,相关产业越南平均每天要倒掉超过400家工厂。 这些倒了闭的工厂显然不但不能给工人发工资,连基本的生活补贴都发不了。 而这些工人平时就是没有什么积累的,所以他们在大城市生活是很艰难的。 因此,即便前一个阶段越南政府有非常严格的管控措施,还是有相当的人借由各种渠道偷偷地返回了家乡。 因为好歹,回家乡有亲人照料,打点零工,种点地,还能吃上饭,留在大城市手停口停啊。 那没有收入,没有生活补贴,难道要饿死街头吗? 所以,前一阶段实际上已经有上百万人逃回到了家乡。 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啊,已经在大城市待了几个月了,既没有收入,还不能跟家乡的亲人见面。 这个日子过的是很苦的。 10月初以来,越南各地放松了管控措施,允许工厂复工,也允许工人返乡。 所以,短时间内又有大量的在过去几个月困在城市的农民工呢,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返回了家乡。 很多人都说啊,要逃离这个灾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清楚未来这个疫情还会不会再来几轮。 更关键的是,在大城市待着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入了,再待下去真的淡尽粮绝了。 所以,越南官方统计啊,因为疫情,有两百万到三百万工人已经回到了家乡。 甚至,因为疫情,在过去几个月,有超过三千万越南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停业只拿很微薄的生活救济金。 而且,即便现在越南开始复工复产了,很多企业也是担负不了这个巨大成本。 为什么复工复产之后有巨大成本呢? 原因很简单,越南方面也考虑到了,这个疫情现在并没有被控制住啊,只是每天确诊的数量下降了而已。 所以,为了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越南要求啊,现在开始复工复产的大企业,你必须三就地。 什么意思?就地住宿,就地餐饮,就地生产。 换句话讲,把一个一个大工厂干脆变成一个一个大监狱了。 进到这里工作的工人是要严格审查的,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本不与外界接触,这样才能减缓病毒传播的可能。 然而,这样一来,资方就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啊,你要给工人找住宿的地方。 如果不在厂区内住宿呢,还要每天安排接送,饮食也要免费的给工人管理,甚至由于工人是24小时待在厂区的,你这个工资还得加。 据相关部门测算啊,一个越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应当也就是1500到2000人民币,可是三就地原则之后的用工成本每个人远超过1万人民币。 所以,这么高的用工成本啊,不是大企业根本承担不了,但即便这样,很多企业都发出警报啊,说现在招人太难了。 大部分企业,现在这个员工啊,能招到疫情之前的50%就不错了,有的企业甚至连三成员工都招不到,原因很简单,刚才我们说了,有接近300万越南人脱离了工作岗位,返回了家乡。 虽然,今天很多企业开始重新复工复产了,要求工人返回到工作岗位,可是,已经回到家乡的工人,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啊,过去几个月,不但没有收入,还被隔离了起来,这让很多人感觉到,还是在家乡生活安全啊,哪怕挣不到很多钱,起码能跟家人待在一起,而且有吃有喝的。 更关键的是,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一段时间,越南疫情将如何发展,要知道,到今天为止,越南每天确诊还有几千人之中啊, 疫情的传播规律嘛,是有高峰有低谷的,现在你是低谷了,谁知道下个月,再下个月,天气稍微变冷之后,疫情会不会再起呢? 尤其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疫苗的接种率,可能是因为2020年抗击疫情太成功了,所以越南政府从上到下,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疫苗当做一个头等大势来抓, 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全球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率都已经超过70%了,我国甚至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接种第三针疫苗, 而且让很多老人和中小学生开始接种疫苗了,可是越南的疫苗接种率才刚刚过10%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越南的病毒会传播的如此之快, 所以啊,很多工人担心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回到大城市找到份工作挣点钱,当然是个好事, 可是说不准一两个月之后再被失业又被隔离,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即便疫情开始走下坡路了,越南工厂的恢复生产还是很困难的, 而这让很多跨国资本尤为担心,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过去几年越南的人力资本优势在今年彻底转化成了劣势, 订单堆积如山,但是招不到人呢,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萌生退役了, 他们觉得至少在未来半年一年之内,越南恐怕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干脆还不如把生产线再迁到别的国家去, 其实我们以前早就讲过,虽然越南印度的人力成本比我国低的很多, 但是对于跨国资本而言,对于大工业生产而言, 很显然人力成本只是应当考虑的一个方面而已, 不知道当初那些把生产线迁到越南的企业,今天会不会后悔呢? 赵旅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